几百如雪的米干 香气扑鼻 是云南普尔临仓一带的传统小吃 台湾陶云龙刚的这家阿秀米干店 凭着地道的云南味道 吸引着许多食客分之踏来 寻觅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米干店的老板张学初 是千台二代眷村子弟 他和妻子陈兰秀祖籍都在云南 当初开店是为了养家糊口 两人每天凌晨四点半 起床抹米 手工吹蒸 一晃就是三十年 我们在工厂里面也待不住 然后我们就自己出来 把自己会做的这些东西 米干这些 就自己就在家里面自己做 做出来就来自己就来卖 但开始卖的时候都生意都不好 米干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后来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依靠 为了迎合顾客的口味 店里卖的米干也在逐步改良 客人越来越多 米干店也从铁皮棚里的小摊 变成如今的人气老店 像以前我们刚开始卖的时候 我们没有加肉 没有加档 没有加什么 都是卖米干 到慢慢的话 有些人就会 自己会带档来 这样帮助 那我们就说刚才我们也就加档 就加肉 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回来就训练一些老乡 亲朋好友 这些捧场 经过推广 他妈妈也是大量地接受 接受这个米干 在桃园龙岗一带 像他们家一样专门卖米干的小店 有六十多家 为什么会在这里扎堆落户 其实有段渊源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 滇缅边境仍留有一支 国民党军残部 直至1953年 部分军人及眷属 才从金三角地区撤退去往台湾 之后 他们便被集中安置在桃园 所谓的忠贞新村里 因为这些老兵多为云南籍 又在缅甸待过 所以这个眷村慢慢地就成了 金三角多元饮食文化融合之地 云南小吃飘香之所 我们这个地方也叫云南村 这里有我们集中的文化 还有我们的饮食 米干从西南一带 一再地漂流 到每一个地方都融入当地的一些严肃 到台湾以后再把台湾的一些食材 台湾这边的一些鸡民喜欢的味道 融合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把这碗米干叫做流浪的味道 也叫做族群融合的味道 上世纪90年代 台湾局开始推动老旧眷村改建计划 2005年所谓的忠贞新村被拆除 不过标志性的云南文化却被保留了下来 演变成当地特色节日 龙岗米干节 每年四五月间 桃园龙岗当地的居民 都会穿戴上云南少数民族服饰 再歌再舞 既是欢聚 也是一种纪念 整个在云南 其实少数民族也很多知戏 那景颇族呢 他的整个的服装的意象比较鲜明 最大的节庆就是木脑众歌 木脑众歌就是甩这个银 所以代表一种骁勇散战 我觉得是一种实面 也是跟我们云南家乡的一种连接 生命的连接 期待的连接 不管我们这个中国人 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必须要跟你的家乡有个连接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沿着哪里的 你来自哪里 从云南到缅甸 再从缅甸到台湾 这碗米干一路流浪 一路颠沛 它既是果腹的温暖 也给了想家的心 一个出口